简单录一下这个惠家的这个冲煮头的拆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把螺丝拧下来 然后把它拽下来 好 看这里面已经很脏了 到时候可以拿点这个清洁液去倾斜一下 然后你看下面 从这看看能更清楚一点 然后把这个胶圈给它到时候更换 这个网上有卖这个胶圈 非常便宜 30多块钱 因为这个胶圈可能是时间有点长了 然后注意看 这块有一个小垫片 注意看这个垫片 在我这个下面 看到了吗 这个垫片是有方向型的 它是凸面冲上 然后凹面冲下 就是在这个圈是有一个凸度的 是这样放上去 这样放上去 这个是要注意的一点 然后这个网到时候都可以清洗 然后在上面应该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这个就是它的冲突头 这个地方都是胶柱的 跟那个 其实回家好多机器 它都是这个头 然后把它拽下来 这个比较难拽 但是也是 就只要拽它就行 你看看 从这个底下看那个倒影 能看见 有一个好东西 这个挺浮的 就是把这个冲突头 就是可以拽下来 把这个环给它换了 这个用了有一两年了 所以说它有点老化了 点上还是很脏的 不建议大家清洗它 清它干嘛 你这样就换个新的都不好吗 这个到时候就装出去就行了 非常简单 好了 今天的这个回家的 这个330G的机器的拆解 到这 拜拜